大家好 现在我在中国的喀什塔县 我今天要坐这个班车到巴基斯坦 这里有写塔什库尔干县到巴基斯坦的苏斯特 一共是220公里 然后票价是225块钱 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手写票 我们买票是需要用到护照的 这边都是巴铁兄弟 然后在那买票 嗨 嗨 嗨 现在我们去海关检查了 这是塔县的海关大楼 刚才我在里面过了安检行李 然后大巴车就在这边等着 这是今天咱们要到巴基斯坦的大巴 在塔县城里面全是雪山非常的漂亮 这边除了中国的车还有巴基斯坦的车 他们车的装饰都非常的漂亮 涂上了五颜六色的什么颜色 铃铛装饰物 而且他们的车刚才我看熄火了 还有几个人在推 这边还有很多巴基斯坦的代购 他们把中国便宜的东西 然后人肉的背回到巴基斯坦 然后用大巴车运过去卖 现在已经上车了 我坐在第二层的最前排 然后下面全是巴铁尔门 这里的环境稍微有点艰苦 这些位置都有点潮湿非常湿 下面就是巴铁尔门 嗨兄弟兄弟 你好 你好你好 朋友你好 这个巴铁兄弟给我送来了他们国家的松子 好吃 Thank y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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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巴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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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从中国坐飞机到巴基斯坦呢 非常方便 咱们从中国坐班车到巴基斯坦非常的麻烦 首先要到喀什 然后再到塔县 然后再来坐班车去巴基斯坦 这路虽然很折腾 但是非常的有意义 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 中巴有一公路呢 一共有700多公里 每休一公里路呢 几乎就死了一个人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条公路 而且沿途的风景超级美 巴铁 巴铁 巴铁万岁 巴铁万岁 然后我们要接着上车 前往巴基斯坦的第一站了 这一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我将会拍摄更多巴基斯坦的内容 拜拜